马云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销声匿迹这么久了 他到底是做错了哪一步呢 他为什么会从神坛跌落到谷底呢 为了粉丝们 我也是豁出去了 今天我就用一条视频把马云说透 这条视频很可能会被下架 能看到的都是缘分 建议你下载保存 好了 废话不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说到马云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钱 他的确拥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20年前 他还只是一个贫穷的英语老师 在他刚开始决定创业的时候 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 都认为他那一切想法都是一些无稽之谈 但谁也未曾想到 从无稽之谈到不可一世 他只用了20年 后来马云一手创办了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依靠着自己的力量 逐渐成为了国内企业的领头养 爱记得马云站在萨贝宁身边 一脸淡然的说出了那句话吗 我从来没有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你别说你没有听过 如果你没有听过 你可以直接滑走了 当时萨贝宁笑了 我也笑了 是的 这句话的确很有名 但也的确很少有人会去相信他的真实性 放眼看一看吧 我国进入电子商务时代以来 马云的野心就从未停止过 从金融到工艺 从外卖到电影 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能看到阿里这两个字 企业登顶 他人更招摇 在高调上 如果他说他拍第二 估计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你看过那部他主演的功夫电影吗 左手拳打李连杰 右手掌退真子丹 那么你听过那场演唱会吗 摇滚电吉他 无数的明星跑龙套 最要命的是 这些年来 马云还办过很多次的讲座 他还在公共场合对各种时事发表了许多激进甚至是偏激的看法 马云还把自己标榜成了年轻人的梦想导师 他还创办大学 这个大学已经被叫停了 他旗下的某宝还推出了蚂蚁某背等小额贷款 让更多的年轻人透支消费 很多年轻人已经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傀儡 而债主的马云却还被他们亲切的称为马爸爸 只是包不住火蛋 近日官媒多次出手批评马云 当国家看到这样一个批着科技外衣的借贷公司想要上市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叫停了这项业务 紧接着四大金融监管部门相继约谈了阿里巴巴的四位高管 这其中就包括马云他本人 许多人可能还根本不明白这个蚂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好我来简单讲一下 这项业务说白了其实就是一项高杠杆业务 一杠套一杠 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马云 大家知道吗 即便是马云最后出了事 他只需要承担一千万的债务责任 一千万对他来说是什么 他在某地买的豪宅里的厕所都不止一千万了好吧 所以这个事情对于马云来讲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如果他倒闭了 蚂蚁的损失也只是30亿的本金 其他的钱需要银行和用户们自己承担 蚂蚁金服彻彻底底就是一种金融产品 它与科技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马云之前用了30亿美元的资本 从银行借贷出了3000亿美元 然后他就搞出了这些个产品 其实这都是在触碰我们国家的法律红线 人民日报也曾点评 没有马云的时代 只有时代的马云 这句话唤醒了无数的人 是的 这个时代从来都不是什么马云创造的 他只是一个站在了时代浪潮浪尖上的人 是一个从时代中获得了更多红利的人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才是他应该做的 但是事实上他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阿里巴巴推出的全新的项目 社区团购 这个你不陌生吧 社区团购又是什么东西 就是将手伸进了老百姓的菜篮子 所谓的社区团购指的就是有一定数量的消费者 通过社区或者社会提供的平台 用比较低的价格去购买产品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主要的目的 与个人的利益是脱不了关系的 他们开始进行社区团购的时候 就会把商品的价格压得特别特别的低 因此在广大群众得知这一个消息之后 纷纷都加入了社区团购之中 在群众们看来这样的消费模式不仅为他们省了很多的钱 而且还为他们省了很多的时间 这个时候社区团购就会一步一步的深入群众的生活 直到完全融入 后就取代实体摊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社区团购购买东西 实体摊位的生意就会急剧下降 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现象 最终所有的实体摊位都要关闭 这些摊位的老板们也都要全部面临失业 等到我们老百姓们慢慢的发现价格又悄悄的涨上来的时候 我们想要做出其他的选择的时候 环顾四周 我们却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以前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散卖着的那些既便宜又新鲜蔬菜的商贩们都不见了 相关部门认为 像阿里巴巴这种知名度极高 备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大企业 就不应该做出这样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事情 人民日报也批评社区团购 不要只想着那几捆白菜 科技的星辰大海更令人心潮澎湃 然而就在这件备受争议的事情还没有平息的时候 阿里巴巴又爆料出一个垄断行为 他们之前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 总是去欺负那些弱小的商家 而这一次阿里巴巴又想尽办法的去购买了银泰的股份 为了更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马云建议将银泰私有化 正是因为这样的建议 国家认为马云很可能存在着垄断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阿里巴巴做出了行政出发 让他们停止这种行为 并且罚款182亿元 人民日报得知这一情况后 马云第三次得到了批评 我们的人民日报是这么评价的 希望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高科技公司 可以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 让我们的国内的科技有更好的发展 尤其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 吃过了社会的红利之后 应该更好地去照顾我们的社会 而不是想尽办法去压榨那些底下的资源 紧接着阿里女员工被侵犯的丑闻 又爆料而出 人民日报再次发出严厉的警告 不要试图控制一切 因为这里是中国 粉丝朋友们 我们都一起见证了 马云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了巅峰的 我们也看到他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形象崩塌的 他嘴里喊着对钱没兴趣 阿里却成了暴力的代名词 我查阅了很多公开性的资料 资料上显示 在阿里上市之后 已经多次在高点套现 仅去年一次 在高峰 他又套了430亿元 马云和阿里 响尽了这个时代人们的鲜花和掌声 后来从所有创业者心中的神 变成了一个只注重利益 不在乎名声的资本家 马云选择在阿里的巅峰期退休 而且选择了在教师节那天退休 这是为了给民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 现在他都卸任将近两年了 阿里却接二连三的出事 他真的就安分守己了吗 事实上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赚钱上 他总是尽力去压榨我们这些底层的劳动人民 并从我们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中剥削更多的金钱 那个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不喜欢钱的人 其实对钱才最感兴趣 当然对于企业来说 赚钱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国家希望这些发达的巨头企业能够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是更美好的未来 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科技创新 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更不能坑害百姓 要知道老百姓不是无条件被割韭菜的对象 谁能载轴 亦能复轴 百姓的选择能够让一个企业成功的发展起来 但同时也能轻易让其覆灭 好了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对马云的行为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分享自己的观点 对了不要忘了关注点赞 您的关注和点赞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 让我们共同成长